腾讯体育策派员丹文强发自 知交歌公牛 对阵步行走的季前赛 尽管处在各自球队边缘的球员 门卫争夺一贯留下的合同而拼死搏杀 但这一切丝毫引不起当地媒体的兴趣 场上的比赛飞速前进 场边媒体式的记者们 却在低着头刷ESPN的新闻 新闻的关键词只有一个 巴特勒 就在早些时候 这名前公牛球员大闹森林拉训练课的新闻和视频 在网上炸了锅 显然 这比一场无关痛痒的常规赛有益多了 在巴特勒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甚至联工牛公关克里斯丁也被卷了进来 幸好在我们这里时 他没闹得这么大 而在中毒阁案关火的记者中 铭记卧神的弟子查迪法姆斯查拉米亚也在其中 他来这里 也不是为了继前赛 而是在为巴特勒的事情 搜集追本溯源的资料 一颗威力十足的信息炸弹 正在制作当中 只能实际成熟 变炸想天空 NBA继前赛 沾黄半场两双湖人生勇士杜兰特六发被罚下场攻关职言 还好巴特勒在我们这时没闹得那么大 KC 吉米今天在明尼苏打干的事情你听说了吧 比赛开始前 一名记者问 绝对的 我现在正在推特上看ESPN对吉米训练后的采访 KC约翰逊作为芝加哥公牛长年的根队记者 对巴特勒最近的事件 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 两周前的媒体日上 他就和其他几名记者 对球队管理层和主教练霍伊伯格提问 了有关巴特勒和森林郎关系紧张的问题 而当时 公牛上下给出的回复都是 巴特勒和我们无关了 而今天 ESPN明记 埃德里安沃纳罗斯基 在自己社交媒体评订爆料 吉米巴特勒在重返森林郎的第一堂训练课上 向队友 教练 管理层发出挑衅 以示激起社交媒体上的各方热议 这之后 巴特勒也在ESPN的专访中 承认了训练场上发生了一切 作为巴特勒生涯的上一战 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自然成了芝加哥公牛队跟队记者们以及公关的谈资 趁着霍伊伯格萨前发布会开始前的几分钟 三四名记者和公关克里斯丁展开了热议 KC 吉米在明明说的这事情太戏剧性了 一名来自芝加哥太阳报的记者边说边笑 有些看热闹不嫌适道的感觉 和KC约翰逊聊着巴特勒 约翰逊抖抖肩 边看ESPN对巴特勒的采访 边分享给大家巴特勒 在采访中的言辞 读到有关巴特勒对唐斯和维金斯的评价时 KC转过身 对着公关克里斯丁说 以前他在这里时候 平时有这样对待队友吗 原本公关克里斯丁在赛前 只是负责火一波和采访秩序的 一般都是自己低头看手机 和媒体通报教练出席时间 但今天赛前 面对巴特勒事件和KC约翰逊逃出的 问题 克里斯丁也加入了讨论 我只能说 还好他在我们这世没闹的那么大 没有这么戏剧性 克里斯丁也随后叮嘱媒体们 希望不要在后面的采访中 问霍伊伯格有关这件事的看法 直至霍伊伯格来到媒体室门口 大伙儿才有些意犹为鉴 都回归到今晚比赛的主题 可即便如此 每当这件事情的后续从手机里跳出来时 每个人都会聚精会神的研究半天 公牛时代的巴特勒 给人们的印象和现在完全不同 沃神弟子现身比赛现场 直言巴特勒早有预谋 原本以为有关巴特勒的话题 不会在今天的赛场内被讨论太久 没想到本场季前赛 却吸引到了沃神的弟子查蒂萨姆斯 查拉尼亚的关注 实际上 查蒂就段时间 一直在紧跟巴特勒交易的情况 但今天却并为了社交媒体上更新任何有关巴特勒 闹剧的消息 如此沉默 究竟是为了什么 腾讯体育和萨姆斯聊了一下巴特勒相关的事情 萨姆斯说 巴特勒这件事情我当然关注了 所有发生的一切是真的 而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设计好的 这一句一切都是设计好的 让人浮想连篇 勾连起近一段时间 巴特勒交易的各种戏剧场面 如果说这次矛盾爆发时早有预谋 也在情理之中 萨姆斯并没有明确说明事情的原委 但从他坚定的口吻 和一直冷静的面部表情 或许可以看出 巴特勒和森林郎今天的闹剧 也许另有隐情 在事情表现大 背后是个方第一相关者的暗中角力 萨姆斯还说 今天这场比赛是自己临时决定来的 至于其中的原因 他把话题岔开 不怨其极 显然 他现在还不想把真实意图攻诸于众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查地绝不是来简单的报到季前赛那么简单